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很生气 我跟印度老公生活是AA制的 大事情上是AA 小事情上的话谁有谁出 为什么他不给我钱花 我也没有选择离婚呢 因为我离过一次了 不想再折腾了 四月可以折腾 但是婚姻感情的话不是恶心 能稳定的话已经很不错了 好 这个女孩子到了印度去结婚了 我个人认为婚姻有一个底色的问题 就是这个尽量的到那种文明的地方去 我不是怕得罪一些和不文明的地方了 比如说能到沿海到沿海 比如说能到港澳台就到港澳台 能到漂亮国就到漂亮国 不能反着来 有些个傻瓜他们反着来 因为这里有一个所谓的底层设计的问题 底层安排的问题 印度呢 对比起来呢 比卡塔尔要好一点点 当然一个所谓的卡塔尔的 他也确实文明 他要钱多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了 其他的条件都差不太多 还不如就选印度 印度它有一个缺点 它虽然设计的是一个文明的国家 但是它有一个叫做 种姓的 一种传统的 一种这个 一个认识 贵人 贱人 男尊女卑这些个东西 这个不是他们设计出来的 是他一个所谓的历史遗留 这个就是印度唯一不好的地方 要不然的话 印度早就可能就成为世界老大了 不是说他是什么 未来的亚洲之星 他可能都可以做世界老大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是这种习惯性的东西 或者叫做文化性的东西 或者这种这个偏好这样的东西 导致他们受影响 但也还是不错的 其实印度将来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女孩子能可以坚持 也还勉强吧 她是个留守儿童贵州的 她自己的生活际遇 没有退路就是 她要是个欧美的 恐怕早就撩杆子跑掉了 我说比较傻的 那就是所谓的逆流 就是指的大S 因此咱们谈恋爱的女孩子们 一定要注意这种 这个概率的问题 当然你说这个概率里面 有没有那种叫做 自由的不自由了 这个概率是也很大的 有没有说那种不自由的 更不自由了 那个概率更大 那有没有说不自由的更自由 这个概率也是有 谢谢大家 注意这些个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我想知道的 一听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要不知道的 我可能三言两语 没办法告诉你 而且我们的语言环境也受限制 你只能长期关注我 关注我这个 初二不准事业农民工的大思想家 我们可以慢慢的交流 谢谢